Hello 大家好 大家知道最近法國的巴黎奧運 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首先奧運會本身有很多問題 例如法國人用一個環保做理由 在選手村沒有冷氣 這件事非常瘋狂 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這麼環保的話 其實不搞這些奧運會才是最環保 其實大家知道在不同的國家 搞了奧運 事前的準備功夫非常多 又要把奧運的區域掃平 往往住在那個地方的人 就要被政府迫遷 因為你要弄走所有人 重新建一條奧運村 一個大型體育館 完全是一個勞民商財的行為 我一直都覺得很浪費國家的錢 搞了奧運會之類 但是不知為何搞這些運動會 好像是人類 歷史上是覺得很罷免的東西 我就完全不知道 到底這些對奧運 到底是對人類是有什麼貢獻 不過這些很難說的 藝術 體育的東西 其實本身就不是一個 你說是不是一個生產力的東西 就很難說的 但是它提供了一個娛樂的性質 娛樂一向都不是一個物質化的東西 很難定奪 但是總之我自己覺得奧運這件事 這些運動會 其實有沒有意義就見人見知了 但是最起碼 如果你作為一個主辦國要搞的話 你老母無冷氣根本是不合 這個是不合理的 因為現在地球的溫度 臭氧層也有穿孔 其實基本上每年這個世界都是一度一度的熱上去 加上你發覺巴黎 其實我看天氣的濕度上都挺高 濕度和熱度呢 昨天 之前有個泰國的女選手 拍了一段影片 就說熱到就是暈 泰國這麼熱都頂不住了 總之我覺得這件事很白癡 我們今天就不說這個巴黎的東西了 純粹是說Like 這個Like 又辱華了 又又又又又又又辱華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Like 7月19日就出了一條廣告片 其實他就說一些 有些什麼心努力 運動員那些東西 其實沒什麼大不了 這條片只有1分半鐘 其他一開始 有一個很快的鏡頭 大約1秒多一點 他這個廣告主要是說不同的 領域的運動員 例如游泳 籃球 足球 田徑等等 什麼都有的 其中有一個是乒乓球 有一個應該疑似的中國人的 女運動員就舔了一舔 乒乓球拍 很快的 一秒都不知道有沒有的 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這個短短的一個購物 結果就令到我們很多中國的網民非常不滿 他就覺得這個畫面有點辱華 有些大陸的網民就說 感覺是在陰陽 中國只有乒乓球拿得出手 首先他這樣說是什麼呢 因為整條片好像只有乒乓球是中國的 其他也不是 事實上呢 事實上 藍球足球 你難道真的比中國人好嗎 你們自己作為中國人 你也知道你們的角足有多麼丟架 有多麼廢 十二億人口竟然是連決賽周 都入不了的 世界盃 中國籃球就不用說了 本身也很矮的 冰冰球拿得出手 這是事實 當然 中國有幾個強悍 例如跳水 跳水跟你的身高無關 基本上 還有體操 體操應該都算是中國的強悍 但其他人我看都比較難 因為額於體型所限 即是黃種人的問題 另外有些人就說 這個動作 很噁心 很客觀地說 正常我相信 打乒乓球的人都不會舔過球拍的 這個的確是事實 因為很多人都說 這些膠皮和木板有很多菌 加上有汗水等等 其實是挺髒的 即是你打網球 你都不會舔過網球拍的 這個動作的確是很令人迷惑的 我承認 即是你打籃球 你踢球 你不會舔過籃球的 是骯髒的 大佬 其實乒乓球拍都是骯髒的 即是你這樣搖去這個位置 這個like這個行為 真的有些挺奇怪的 我承認是挺奇怪的 但我覺得 你說是不是上升到肉環呢 其實就兩看吧 你知道大陸的網民基本上有什麼風吹草動呢 他們是很有空的 你知道中國的網民 很多東西他們又不能說 特別是自己國家的東西 他們又不能說話 又不敢說 唯獨是對外國就非常凶狠 因為你 滿肚的衝勁 沒辦法發洩 於是乎 既然外國有風吹草動 就馬上出征 近年被捉得最厲害 就是美國和日本 總之是否有肉畫 很多人都是罵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見人見智 是否需要出征 我覺得有些小題大做了一點 也有些人提起 這個like也不是第一次肉畫 他就是在2021年 曾經因為他用新疆棉花 在內地租到抵制 但問題是 幾年過去 中國人 你就說不用美國東西啦 每個人都用iPhone 中國人最厲害就是不去哪裏 不去香港 經常你每隔幾天就聽一次 永遠都不來香港 一定是 不會再去日本 結果怎樣啊 大哥 其實這些東西根本是大陸的口頭閃 但凡你聽到大陸不用什麼什麼 如果你是那間廠 因為他說不用 他一定會瘋狂使用 你這樣理解就行了 所以如果大陸真的這麼厲害 你就不要用like 你不就用特寶 愛迪達 李寧運動牌 你就用回這些國產 大陸不是沒有國產東西 你就不用 李寧那些上市 你就用飽了 不過他們有很多醜聞 說一套做一套 我經常都說中國人 給外國人一些骨氣看 我們不要衰給外國人看 你說不用lake 就不要用 讓他破產 退出中國 你說不用蘋果 就不要用 不過蘋果現在都撤出了這個 什麼 褲什麼 忘記了 現在已經移到印度 印度現在基本上 人工又便宜 地方 各樣成本又便宜 賦士康 好像退出了賦士康 中國那麼囂張 別人的外資就撤走 你自己的經濟會衰退 這道理很簡單 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大家可以說一下 到底你覺得這個like的廣告 是不是有問題呢 我們留言分享 下次見 拜拜